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婆黎医生 每年一到冬季,新血管疾病又开始盯上老婴人了 尤其是血栓 光是老血栓的发生里 冬季就要比其他季节高出很多 都说防血栓难,得血栓容易 为了血管的健康,以下4种食物一定要少吃 首先就是高油脂食物,是必须要避免的 这类食物包括肥肉,动物内脏,猪油,油炸食品等等 它们会使血脂和血压升高 血液粘稠度增加,容易形成血栓 长期食用这样的食物不仅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还可能增加患新血管疾病的风险 其次浓茶,碳酸饮料,浓咖啡这种次性的饮料 也要尽量的避免 它们会影响到人体的血压 也会降低某些降压药的功效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 还可能加重新血管的负担 像茶碱咖啡因的物质会刺激到胶感神经 不利于血压的稳定 所以可以选择白开始或者不含茶碱咖啡因的海黄茶 它里面含有的亚药酸移植的成分 也有一些扩张血管 包括促进代谢的作用 此外,化学加工食品 比如说方便面,罐头,面包,饼干 这种还有大量的防腐剂和食用色素的化学物质 长期的使用这些加工食品也会对血管造成伤害 偶尔试试问题不大 但是不要顿顿吃 那经常吃这些加工食品 尽量选择新鲜天然的食物 好了,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